杨迪又上热搜 直言看到陆寒公布恋情后 和李线在屋里手牵手尖叫 从一开始杨迪妈妈的魔性笑声 再到之后杨迪和妈妈的哪吒对话等等 看这样子杨迪是要顶替郑爽成为新一代的热搜之王的呀 原来这次热搜的原因是杨迪参加了一档综艺真人秀 并且在节目中谈到了陆寒和关晓彤公布恋情那一天发生的一些趣事 杨迪在节目中说到陆寒和关晓彤公开恋情的时候 其实自己是不知道的 他和李线等人在录制另一档综艺 手机也都被节目组给提前没收了 于是两人就在房间里手牵手尖叫了起来 但是好在陆寒和关晓彤如今的恋情特别的稳定幸福 不得不感叹当时在陆寒公开恋情的时候 又有多少小迷妹们哭运在厕所了呀